我刚刚请教过你这次事件 中国大陆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经验 或者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 我同样的问题反过来 你如果你有机会向台湾的高层 或者是当权人士谈话的话 你觉得台湾应该从这次事件这种 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和经验 用我直观的角度来讲 台湾那边如果有什么应该做的 赶紧过来跟大陆谈和平统一的时间表跟路线图 就把这个事情截了嘛 拖什么拖了 这个事情如果谈好了 今天所有的问题都不应该发生 都不会发生 你知道大陆网民现在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吗 我告诉你 也就是大陆网民在整个这个113的 就是选最高领导人 岛电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事情当中 我跟你讲大陆网民不跟你开玩笑 真的支持赖清德 你八年九千次驱离 一艘渔船上骑板三到四个人 九千乘以三是多少 三万人 两万七千人 三万人 三万人亲戚朋友 家长离短乘以十三十万人 不算多吧 这三十万人过去八年里面提心吊胆 你觉得他有多少亲朋好友这些意见 在当地会在基层去累积这种不满情绪 这次整个大陆的民意 你包括我觉得像金老师 包括我 我平时也并不特别去触碰这方面的东西 对吧 但是就那句中国的老话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想到在网上有一句话 我看了我感触很深 很简单的一句话 如果今天这个船是日本人船 台湾会这样做吗 日本的渔船 日本的执法船在钓鱼岛 是怎么对待台湾渔船的 是啊 台湾人说一句什么话 对吧 到后来还不是大陆在钓鱼岛那边 把那个常态化的执法巡逻 拉回来了之后 这个局面才改善了 如果你觉得大陆的这个政策 台湾岛那个 觉得那个什么常态化执法巡逻 什么已经很厉害了 不好意思 后面还有 大的还在后面的 这个只是刚刚开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它不是偶发事件 它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 就是它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它也有必然性 你长期的滥用善意 在这个地方胡搞八搞 胡作非为 是导致这件事情发生背后的根本原因 这个情况一定要被校正的 所以相关区一定会形成一条新的秩序 不管是护鱼的 海上巡查的 又或者是登林检查 都会有新的秩序 这点也是不可改变的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会主动放弃和平同意 和平同意 因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不管台湾里面的人怎么看 尤其是不管民进党怎么看 大陆这边是真诚的相信 这就是中国人 我们就是把那地方 当成中国的地方 把那边的同胞看作为同胞 尽管比如说火气很大 或者说怎么样 我们最大限度 只要能够有希望 我们一定会希望避免 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这个局面出现 我最后要讲一个小故事 这故事基本上也是我的感叹 就是很多年 很多年以前 我在一次私下的饭局里面 和一个台湾的一位老学者 谈事情 这位老学者的当年 他说出一个感叹的话 让我非常的吃惊 这么多年以来 这句话慢慢慢慢的 使我越来越觉得 他当初的见解是非常有道理 这句话我跟您重复一下 陈老师 他说台湾这一群人 不是说台湾全部 有一群人 他是富贵必赢 贫贱 贫费 然后最后一句 威武必屈 这就是我摆着 这三句话我摆在这 沈老师 您有机会去想一想 你会越来越觉得 他这三句话有道理 是的 我觉得 无数 大的小的事实 都在证明 这位老先生 他对于 岛内这群人的判定是 他的本质的把握 是非常准确的 有一个现场的观众 就问了布林肯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说 他说我是乌克兰 我乌克兰1994年 听了你的话 我在桌子上签了 布达佩斯备忘录 现在我在菜单上了 你咋办 就原话 现在 就乌克兰在菜单上 你咋办 直接把 这个布林肯给 蒙掉了 他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布林肯 原先想传达的含义 就是说 你跟我美国战队 我还能分一点残根冷治 你做不上去 但你不用担心 变成菜单上的菜 对吧 现在别人是说 乌克兰这么一个 抱着美国大腿 把所有的身家性命 全部堵在美国 无条件支持 这样一个国家 他现在就上菜单了 而且很多人可能认为 这个是俄乌冲突 才上菜单 不是啊 2014年 克里比亚 这就一大块肉排就没了 一大片肉就被骗掉了 你美国干啥了 2014年的时候 这个当时的乌克兰政府 哭着喊着 挥舞着 布达佩斯备忘录跑到华盛顿 去找奥巴马说 你赶快启动 布达佩斯备忘录 奥巴马冷冰冰地回答他 我们对这个备忘录的理解 跟你不一样 这个备忘录是用来避免 你免受核武器威胁 和核武器攻击的 俄罗斯又没有核武器打你 我不用的 你开什么玩笑 你美国敢在这个地方 直接介入搞这个事情 实体性的介入 正面对抗 大陆就给你干到底 就这么讲 这件事情是你逼我的 我不想跟你这样去做 包括之前不是那个 崔天凯 我们之前驻美国大使 在一个什么 智库协会上讲了个话 因为就讲了中间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不会调到什么 代理人战争陷阱当中去了 又变成说 中国在台湾上肯定不打 不管怎么样 都不会打的 永远只依靠和平同意 这个都是错误理解 崔大使表示 你别指望勾引我跳进去 但是如果你真的 实质性的触动法理台独那条线 跨出了那部红线的话 那我肯定该怎么做 还是会怎么做的 对我的理解来讲 和平统一一直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善意 尽全力去争取的一个目标 而不是说我们用来自负手脚 这是一个枷锁 好像有了和平统一之后 你就可以与取求反复在边缘线上去挑衅我 我就不能动手 一动手就违反和平统一 用这种方式 你跟我来玩小聪明 不存在的 我刚刚请教过你 这次事件 中国大陆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经验 或者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 我同样的问题反过来 你如果你有机会向台湾的高层 或者是当权人士谈话的话 你觉得台湾应该从这次事件这种 继续什么样的教训和经验 用我直观的角度来讲 台湾那边如果有什么应该做的 赶紧过来跟大陆谈和平统一的时间表 跟路线图呀 就把这个事情截了嘛 拖什么拖了 对 这个事情如果谈好了 今天所有的问题都不应该发生 都不会发生 你开始谈了以后 你这种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谈成的 对不对 那么你不是一天两天都能谈成的 按照正常性的做法干嘛 先做功能性合作呀 这些户渔啊 渔业纠纷啊 这些东西都来了 就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 一旦你大的框架上是开始谈了 我就开始谈和平统一进程了 那认知就变了呀 对对对 态度就变了 一个就态度就变了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属于冰冻三尺也非日之寒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中间的障碍是什么 就像这次金门的事件当中 就是有人在那边去贴的 就过去八年时间九千多次 它其实已经催生出了一个 一套非常畸形的生态 就有些人甚至可以从 粗暴的去对待大陆移民当中 去获得经济利益 那你就什么意思呢 就有人把这个恶化两岸关系 让两岸民众面临这种兵容相间的风险 变成了一门生意 有产业链 有产业链啦 而且这个产业链你在台湾那边 你刚才说我喊话 我说象征 就很简单嘛 这个军火前客嘛 就当时还是一个又高又大的 中文名字叫下什么的一个女的 当美国在台协会主任的时候 后来那个人跑到 蔡英文有一次去美国智库演讲 在传统基金会 她还在那边发过一个言什么 一个女的 但他们不是说 这个就是军火前客嘛 对 就是军火商前客嘛 然后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说 就是你现在这个 之前大概一年多以前 像这个郭正亮 唐向龙都讲过 就美国甚至有过一些 要接管台湾的计划嘛 这个接管台湾是什么 就是说在你这个被统一之前 你存的这些现金啊 值钱的资产 我全部给你淘淘干净呀 搜过搜过 全部都把这个血抽干了 运到美国去 你就直接留一团废墟 就在这就行了嘛 就像弄成一团渣嘛 对吧 你包括你像 那个台积电 现在不是那个亚利桑那 凤凰城那个厂 现在不吹了啊 不说进城 你时间表再给我写呀 你给我剑呀 你再去拿补贴 你能拿到了 美国人给的第一个补贴 出来了15亿 给了格罗芳德 格罗芳德是什么 8寸厂啊 8寸芯片厂 落后制成 落后产能啊 就因为 然后今天我做那个芯片的时候 把我搞得笑死 就格罗芳德为什么拿到补贴 因为符合条件 为什么第一总部在美国 第二在中国不设厂 他为什么中国不设厂 他不是没有设过 他在成都设了一个厂 被成都嫌弃了 你是落后产能 我要先进产能 我不要 到最后2018年 那个厂的项目黄了 他不是因为先进 所在美国 他也是因为落后 就美国现在已经 是这种调性了 你继续 你说这不好听的 你抱大腿嘛 你站对嘛 你站在阳光一边 对不对 现在全世界 你真的讲神机 讲活力 有什么比中国大陆 更具升级和活力 不是说没问题 不是说没挑战 你就整整的讲 这个发展前景和发展态势 你包括美国 你像今天美国最新宣布说 不制裁28纳米芯片 为什么了 制裁了你就死掉了呀 对吧 然后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英伟达的那个总裁 那个CEO 那个黄什么 在那个杜拜那边去讲说 要各个国家建算力中心 你英伟达这些 最先进的算力芯片 你不卖给中国 你用这些算力芯片 搭的算力中心 如果像这个美国讲的一样 不许中国人用 你上哪赚钱去 你上哪维持这个生态权 你想多了吗 你 台湾那边如果聪明 看清楚吗 不是都讲小缺性吗 都讲这种基础性的生存智慧吗 真真正正的你看清楚 什么样的东西 就所谓对台湾的利益最有利吗 再加上客观上的这个历史文化 渊源和背景 这些历史不都放在这边 有什么好否认的了 有什么好装不知道了 就现在就我一开始讲的 大陆的民众只要他愿意 他对岛内的这些相关的信息 了解的可以到近视同步 实时直播 你岛内民众有什么不了解大陆的了 大陆网民的真实想法 大陆政府的这些真实的 对台湾的这些善意 真的那么难理解吗 不就是你台湾民进党那帮人 用绿色恐怖在那压着吗 当然这里面最讽刺的是 你现在台湾岛内 这种绿色恐怖的这个力度 跟当年你一直控诉的 所谓两讲时期的白色恐怖 有区别吗 这不是最大的讽刺吗 你在搞什么 搞到最后你把自己搞完了 然后换一小部分人 混到美国去当运工是吧 你核算吗 而且到最后这个结局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知道大陆网民 现在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吗 我告诉你 就是大陆网民在 整个这个113的 就是选最高领导人 岛内最高领导人的 这个事情当中 我跟你讲 大陆网民不跟你开玩笑 真的支持赖清德 觉得选赖清德 为什么 因为干脆 不会谈条件的 你赶紧加速吧 当年蔡英文刚上去的时候 我以为我不做台湾 台湾不是我的那个研究方向 我当时开玩笑的跟人说 我说你真的从两岸统一的角度上来说 蔡英文肯定是踩油门的 他不会逆逆糊糊的 他不会逆逆糊糊的 而且他不会诱发一些不必要的这边的 有的没有的幻想 觉得说哎呀 我是不是可以再多要一点 或者说什么 他甚至拿翘 大陆网民如果你去看 我直白地讲 对很多大陆的一些 对台的一些政策 有大陆网民自己的一些认识和理解 这种认识和理解 最终催生的不是一种支持的情绪 是一种负面的不支持的情绪 为什么认为给太多了 给太多了 什么经常我们这边有一些部门 就是慰问台胞啊 什么这些工作 还拍一些视频 现在在网上都被骂得要死 为什么你既然是同胞 你干嘛这样子 而且你要的 我们要的是和平统一 我们这种和平统一 不是跪在地上 祈求你施舍过来的 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这种认知是要进行调整的 当然这个局势 整个的这个事情 这些事情的形成 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 它是历史积累的 也不是说一夜之间就全部能改的 但我实事求是的讲 真的是要到了变的时候了 不说像台湾岛内的高层海豪 我不认为那帮金刚脑的那帮家伙 有利益在能那么天真一两句话 普通老百姓 真正一战的普通老百姓 想想清楚 我认认真正告诉你 你接受大陆的善意 对你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个点上 我想提出另外一个观察点 就是这次事件发生出来 大家都注意到 您是其中的另外一个金老师 在节目上 在网上的发言 都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 强硬 激情 或者是强硬 这个事情是不是 是投射了中国大陆内部的 雨情的这种表现 你自己看自己 你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像外面人解读这个现象 有一个网民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福建海警局的基层一线人员 他想进去护鱼和常态化执法巡逻 想了多长时间吗 你八年九千次驱离 一艘渔船上骑板三到四个人 九千乘以三是多少 三万人 两万七千人 三万人 三万人亲戚朋友 加长离短乘以十三十万人 不算多吧 这三十万人过去八年里面提心吊胆 你觉得他有多少亲朋好友 这些意见在当地会在基层 去累积这种不满情绪 那你就可以想象了 到这个时候 为什么就很顺理成章的就进去了 而且马上这些船就开始常态化的执法 包括登林 我还是那句话 对于有些善意和优待政策 我们是咬着牙忍了很久 就不是说介意这些东西 你不识好歹 被当成白眼狼 予取予求 谁愿意啊 没有人愿意的 没有人愿意 所以这次整个大陆的民意 你包括我觉得像金老师 包括我 我平时也并不特别去触碰这方面的东西 对吧 但是 就那句中国的老话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怎么忍不住了 你知道吗 这个太过分了 就这么简单 我忍你很久了 我忍你很久了 我一直在努力克制 在表达我的善意 然后被当 被你彻彻底底的无视 而你之前呢 还比较狡猾 那个分寸还控制的比较好 那行啊 你现在 那你真的 我这个本来很多变化 因为我不可能真是个楷子 对吧 就被你吃干妈尽了 就还弄得 就包括有一些自诩蓝淫的一些 媒体人都觉得 就是讲到两岸交往当中 大陆对台湾的这个单方面的让力 都说 这理所当然的 他们欠我们的 我们应该去拿的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种话我们都听得见的 这种话我们都听得见的 我们是傻子吗 我们不是人吗 我们是机器吗 我们没有情绪的吗 不可能的 你想想看嘛 对吧 所以这波出来之后 当然是会有表达 当然是会有表达 包括有一些网民 在我们大陆这边 是以这种这个理性啊 平衡啊这种组成的 而且明确的反对民众的情绪 那他看到渔民说了这个话 那你这个就是被撞翻了吗 撞翻的就是人撞翻了以后弄死的吗 那怎么办 这查呀 这种问题你不查到底 不追究责任 谁敢说这句话 凭什么 凭什么 你站在哪个立场上 说这句话吗 就网上有的人站在调侃 就是那个日本 那个动画片海贼王里面 有特权种族天龙人 那你台湾是天龙人是吧 你有杀人特权的是吧 你想多了吧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